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谁走到我这儿说打开他的时候要打马赛克是谁说的 你听唱的 他说在我这儿打马赛克 不是 是我这儿 是吗 我这儿 好了你就别走这个吧 你死定了 这是我这儿 我没有 我没有想说 我说的是把你们三个都打马赛克 甚至连精心准备的亮相也分分钟陷入的尴尬 我到底怎么 我到了中窗 我就是一场比赛输了 可是那个压抑 我那个心情从第一期到现在 我还没有书简 我要去发泄 真的厉害 掰断了 还有 还有 你再掰 你再掰 跑男团们绝对是卯着120分的劲儿 在顺利和嘉宾们结队后 跑男团第一个任务 就是需要展开各自不同的暖心行动 救出岳云鹏 王子文 向左 乔珊 张静初 华春雨 陈建峥 七位被封印的助力勇士 Andra Baby 陈赫 郑凯 分别打扮成保洁大妈 保安大叔和摄影师 在游客面前狂飙演技 在这儿再合一个吧 在这儿再合一个吧 来啊 你一定没有发现 你我演得太像了 小心点啊 甩上我了刚才 甩上你怎么着了 你甩上我了刚才 那摄影师体怎么那么大 不是你这拖地你甩上我了刚才 你看我这一脚水给你甩的 甩你 哎 我们发生真吵 不要 我们果然来继续一下 怎么回事你这是 没有你怎么回事 不是你们这怎么回事 你们这拖地就拖地 这这这这几亿子这是 没看到我的忙啊 我看你的忙了 你没看到我的忙啊 大家都是出来 大家都是出来工作的 我这没分弄啊这是 邓超和陆寒则是空降到了内蒙古 呼唤浩特第一中学 为即将高考的高三学子加油打气 邓超更是用亲身经历 和同学们分享他的学霸成长之路 我的学生叫做什么 学霸要做什么呢 好好学习对不对 对 因为还要过一个多礼拜 即将是什么时刻 你们紧张吗 不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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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紧张确定吗 我觉得不紧张 就对了 真的真的 因为当年我很紧张 我想说是什么 因为我 因为我自己的原因 我原来呢 这个文化课没有上的那么好 就是我原来是 大家知道 我是在江西艺校 读的中专学的 那时候我觉得我特别自卑 我觉得我不可能考得上大学 我觉得那个门槛太高了 什么中央戏学院 什么北京电影学院 我觉得完全不可能 我特别惶恐 我相信我比你们惶恐一百倍 我觉得那几个月 我复习了我这辈子 所有的课唱 真的 我觉得看了这辈子 所有的书 特别紧张 但是我还是去了 我还是卖出了这一部书 但是我还是考上了 这发自肺腑的声音 不仅让现场 数千名高三学生 深受鼓舞 很多人还因此 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随后 陆寒的亲自献唱 更是将整个毕业典礼的气氛 先到了最高场 世界变化不及 日潮传流不息 我只想每个落日 山边都有你 如果有一天你会 忘记我们的原地 没关系 至少用这首歌 我再唱给你 请 比起邓超和陆寒 为学子们鼓劲加油 一同前往某工作单位 帮助员工和家人团聚的 李晨和王祖兰 也是费尽了心思 先是为了完成唱歌任务 各种施压 咱们在内蒙这个倒酒倒茶或者敬的过程当中都会要唱歌对不对 李老师我觉得你可以一边这个给我们倒酸奶一边来一点这种 李老师哪里人啊 歌曲的这种表达 我是东北人 那应该会呗 东北人也可以唱一首唱歌啊 可以不可以 他已经走啦 欢迎成歌 哎 不用 这就不要太随便的 一定要唱首歌 唱首歌唱首歌 他比较背啊 松开一首歌 对 唱一个吧 唱一个唱一个 来来来来 来 鼓掌人鼓掌 开始 请请我的一宝贝 我要越过高山 飞到战战 才很 要抓住瞬间之气的流星 紧接着又是一连串的体力花 前面再摆点那个安慕西来吧 李老师 李老师来这边房间里面 海文海文 进来 进来 海文进来 你先 你先 我要两边的箱子 可以一面 你先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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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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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呀 越过高山 寻找那一层的太阳 寻找那一层中的月亮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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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过海洋 越过海洋 寻找那一层中的彩虹 抓住瞬间是 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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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这边 这边 还得再多摆一些 把那几个再拿过来 再摆一下 再放上面 对 还有三个 看似折磨人的背后 实际上是李晨和王祖兰 杀费苦心的 为他们一家人 制造的惊喜 好 工作很辛苦 我们有奖励 对 对对对 对对对 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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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儿子什么心情 李六 所以刚才唱的那个歌 还是唱给孩子听的 心里想的还是孩子 是不是 你没有发现 我们故意整你吗 没想 真没想到 就是让孩子 其实看见你 工作非常辛苦 有时候压力也非常大 有多久没见 算下来也有 小半年了吧 小半年好了 真的在外面工作 好难见到孩子 家人 而妻子的压轴出场 更是为一家人的团聚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来来来来 确实辛苦 我们开始拿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内心是比较纠结 欺负一个这么辛苦的父亲 内心是崩溃的 你知道吗 很幸福 娱乐梦场 整理报道 前一秒还在跑男团耍宝卖萌 这会儿王祖兰又和兄弟郑凯一起演起了电影神魔道 虽然这次的戏粉倒不怎么多 但王祖兰还是抓紧每分每秒 愣是把一部玄幻大片拍出了好难的味道 大户人家 有钱的 有钱的 有钱但是 就是钱多 但是命短 这还不如没钱吧 是吧 真的 王祖兰忙着为自己戏里短命的戏粉向媒体诉苦 而郑凯却在一旁挑赶起了戏里的女搭档张玉琪 女神在眼前 她不好好夸奖一番 反而开起了玩笑 这原因还得归结于跑男 感觉的话 我觉得宇琪这个明明可以靠面吃饭 但是非要来靠演技 所以这部戏她主要负责的是演技 我主要负责的是颜值 就是 这个 宇琪说实话 这个我就贴不下去 没关系 我贴得挺好的 是吗 对 你是眼的 你又有颜值啊 这么高的颜值 我怎么就不靠那个 是吗 我是非常期待跟郑凯老师合作 因为我觉得他的 郑老师 他的风味 他眼睛的风味 就是个自己非常喜欢的 那种感觉 他的戏我败败过 然后我也觉得 这次跟他合作 还很开心 对 主要是上三号来的时候 做这个 光是斗嘴还不算 这行动上也是告上了 别看咱们小猎豹 在跑男中伸手矫健 这真要是让他抱起姑娘来 还得付出点代价 只是不知道 是与其健身过度呢 还是小猎豹 松懈了断练 心里感觉 就有时候 我需要 其实 有时候需要抱他 需要 需要那个 就抱他 你说是说他的体重吗 就是你说的 是因为我们新船 都是重量级的人物 是 对 像王军导演 肚子那么大 肯定很重 鱼齐啊 重量级 对吧 在心里抱他 能不能报到 有一次 我的手臂三天 举不起来 游乐梦场 横电报道 本周 颜唱会市场 可以说是热闹非凡 周杰伦 从6月30号开始 在上海 梅赛德斯 奔驰文化中心 连开四场 而且呢 场场爆满 一票难求 而在这期间 陶哲呢 选了一场 和周杰伦 同一天开场 他这边呢 可是请了 王力宏来助阵 两个人在台上 火力全开 歌迷们呢 实在是太有眼福了 还有哪些精彩的演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歌迷们 前呼万唤中 周杰伦 搭乘太空舱 身处科技感 十足的 电换战士装 穿越时空之门而来 一手新传记中的 英雄炫酷登场 直接把歌迷 带到外太空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作为一名资深游戏玩家 周杰伦为游戏创作的歌曲 可远远不止英雄一首 紧随其后的无双 同样让人热血沸腾 除了动感十足的快歌 出自周杰伦之手耳熟能详的 抒情代表作也不在少数 当他的睫毛前奏响起 全场歌迷跟着绿洞的音乐 摇摆荧光霸 现场汇聚成一片粉红色的海洋 场面十分壮观 而在演唱会期间 还有眼尖的观众发现 周杰伦的妈妈叶惠美 和太太昆玲也来到现场 婆媳俩肩并肩坐在看台包厢 时而天面热聊 时而为台上的周董一起鼓掌 画面十分温馨 娱乐盟场上海采访摩道 而在一江之隔的上海大舞台 R&B教父陶哲的无二不乐 巡回演唱会 也如约和歌迷们见面了 一身休闲装的他 抱着自己心爱的吉他 以一曲改编版的 今天没回家 拉开了当晚演出的序幕 这已经是陶哲第二次和周杰伦同天 在上海举行演唱会了 这样的缘分 可不是谁都艳羡的来的 这不 桃车还不忘隔空 向好兄弟送上祝福 上海的朋友你们帮忙忙 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其实记得上次来上海 开演唱会的时候是 2013年 随后 陶哲又一连带来了 多首经典金曲 无论是邓丽君的 月亮代表我的心 还是富有浓浓戏曲唱将的 苏三说 亦获是R&B风格的代表作 《普通朋友》 让现场歌迷们大呼过瘾 不过 当晚最大的惊喜 还是好兄弟 王力宏的轻轻助阵 王力宏拉着小提琴 帅气出场 和陶哲一起完美演绎流沙 听得台下歌迷如痴如痴 爱情好像流沙 我不说话 正在遗憾里 落魂潮 爱情好像流沙 一直在空潮 不要只要流泪 让我怎样大 一直在开心 我在 你在 你 уд 穿的 我 一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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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 than想流沙 好扯 哇 我好感動 你為了我 辦了這場演唱會 我知道我不在 你就不樂了 我們發生了一種 有那個DT and Lee Hall 哎呦 這個二人組啊 專門為我們今天做的 是的 通常他是DT and Penny 他把Penny那個字給關掉 真是不好意思啊 真是不好意思 我以為是要寫逃亡啊 Run away run away 不就是逃亡嗎 我們現在是逃亡二人 不錯不錯 這逃亡二人組 既然請來了王力宏 自然不可能只有一首歌的時間 最好 兩人一起合唱了13年前 共同創作的公益歌曲 手牽手 溫暖的曲風 讓縣長歌迷一片沸騰 在你所有 不要再恐懼 不要再放棄 這一切將會流亡 因為你和我 才能並肩膀 在你後 我都看著我 我都看著我 想把你給我 就看著我 兩首歌唱吧 王力宏似乎還不過癮 再度拉起小提琴 把自己一首經典歌曲 改變自己 玩出了新高度 下台的朋友們 你們好嗎 真的是我的好兄弟 好兄弟 這麼多年的朋友 也是我非常非常尊重的 作曲 作詞家 同行的 這樣的緣分 真的是非常難得 所以今天 他打電話跟我說 可不可以 添加1.2 在他的無二分樂的舞台 我當然是 二話不說 二頭打印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重量級嘉賓王力宏 當晚的演唱會上 豪哲還請來了 自己的愛徒 觀世敏 師徒倆合唱的一曲 《愛我還是他》 將現場的氛圍 再一次推向了高潮 讀你 《愛我還是他》 《愛我還是她》 我為你張的一百個日 你又是那麼香 也就是那麼香 《愛我還是她》 《愛我還是她》 云浪梦场上海采访报道 而在同一天 一场名为至青春主题的群星拼盘演唱会 在北京热闹开场 酒味露面的郑秀文 带来早期代表作《眉飞色舞》 有没有勾起你的青春记忆呢 一首紧歌热舞 瞬间炒热全场 比起心心念念想听歌的观众 见到郑秀文本人的陈汉点 更是男演内心的激动 我今天看到 我今天看到Semi姐 其实我内心是非常激动的 是 因为我们好久不见了 对 你还记得吗 当然 我们之前在节目 我们在康熙来了里面有见过 见过好多次 见过很多次 然后因为很久都没有见面 因为节目也收了 虽然再见面已是物是人非 但陈汉点的幽默搞笑 还是一如往常 其实Semi姐就是我的青春啊 是 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得值得 错也错得值得 是执着是扫着 你那么夸张啊 你得要不要打住他 铺垫这么多 原来是为了引出郑秀文的这首经典金曲 值得 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 爱到放天赋的也会有结果 怀旧经典越听越有味道 当老郎这首同桌的你响起 不知拥有多少80后失了眼眶 谁去了多少伤感的你 谁要为爱哭的你 谁把你的长发放弃 谁给你做了假意 要说当天北京歌迷们最大的惊喜 莫过于兄弟粉色带来的这首五环之歌 换天赋五环因为过去 先上先民 啊 无关 你比死环的一环 一起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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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无关 你比流环上一环 大声点火停不见 有张真越在的地方 绝对能让大家一保而服 人情管管如思念是一种病 当你在长山远的一边 我在一步的路上 没有尽头 喜欢感觉你在日后的呼吸 只会曾感觉你在心后的鼻息 往往思念是一种病 还有热情似火的自由 彻底还一番现场 接下来不得了 刚才都唱了一些我们比较抒情 比较凶的歌 接下来这几首歌呢 是送给大家跳舞 现在呢 北京要开派对了 说爱我 说爱我 看到你不再爱过我的泪 你才爱你从来不曾爱过 由于当天演唱会的主题是 至青春 压轴登场的林宇春 特意挑选了一首 似火年华 唱出他的青春记忆 唱完老歌还有兴趣 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 李宇春最想感谢的 还是陪伴他一路走来的玉米们 谢谢非常感谢大家 看到这么多的朋友 然后还有很多的歌迷朋友 然后有很多的灯牌 真的很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的支持 谢谢 还有哪些最新资讯 让我们一睹为快 日前豆瀟现成横电 卫星片终极胜利旋转造势 退去了小鲜肉的华服 豆瀟首次触电二战记载电影 化身曹汉车夫 说起戏中不少危险戏份 他倒显得云淡风轻 没有说什么太大事 其实有聊过一下 包括一些这样的镜头 然后有一场戏是 那个 巡牛 在一个榴弹 它是在渠道的过程中 还有一个榴弹 炸过来 然后炸上巡牛的腿 最想答应说 这个动作知道说 炸飞 我说炸飞 一些想答应为一样的朋友 不是 就是 扑出去 然后呢 就扑下去了 最后呢 落在那个 一个脸上 脸砸在脸上 虽然这些爆破戏 也是让豆瀟吃了不少苦头 但是能参与这样厚重历史题材的大片 豆瀟也是倍感荣性 尤其是此番搭到英国著名演员 约瑟夫 费银斯 更是让他受益匪浅 我其实一开始非常担心 这个 就是和 演员 Joseph 我一直心里感觉他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员 然后呢 非常专业 能处好 演员 互相能合作 那这一次就是比较 特别好的一个 合作的经历 不管是和导演 还是和 Joseph 就是一个非常棒的 副作品 不仅如此 豆瀟还透露 因为这部戏 两人已经把这段 迷足珍贵的友情 从戏里延续到了戏外 日前导演陆川 张一白 黄百明等人 现身北京 初期某影业战略合作发布会 现场 黄百明透露 由他制作的电影 《九龙不败》 已经确定 由张继印古天乐主演 更特意找来 拳王安德森 瓦尔西 一定让观众过足眼影 业务的合作 就是叫九龙不败 现在我们打算找 现在的美国城王 有寄居人寄居的 Edison Silver 来跟张继 重头打到尾 娱乐梦工厂 北京报道 广告者 欢迎回来 这里是娱乐梦工厂 大家好 我是飞飞 首先欢迎今天的大来宾 刘双双 欢迎双双 哈喽 娱乐梦工厂的朋友 你们好 我是双双 又跟大家见面了 双双最近在忙些什么 我最近忙的事可多了 然后要给大家公布 一件重要的消息 就是双双在录制自己的单曲 在七月底 有可能就跟大家见面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们也很期待 那其实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也播了好几场的演唱会 其中有没有你特别想看的 当然有 我最想看的就是陶哲的演唱会了 所以在周杰伦和陶哲之间 你选择了陶哲 那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哪首歌呢 我最喜欢的就是陶哲的爱很简单 因为这首歌是伴随我高中三年 基本上是听着他这首歌过来的 所以非常非常的有怀旧感 非常有怀旧感的一首歌 对不对 感谢双双今天的到来 那最后呢 也有个福利要送给电视界前的观众朋友 关注娱乐梦工厂官方微信微博 就有机会获得由格瓦拉提供的 在七月八号上映的 发条城市的电子票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咯 拜拜